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考试作弊 多次违反校计校规 现在居然还恋爱 学校决定 即大过处分 我承认 我的确是抄了成熟同学的题 但是我没替考 我也没早恋 那你说说 为什么这个卷子 两个都是你的命 我想想 还不跟主人道个歉 承认错误 我的确不应该 抄成熟同学的题 但是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为什么要道歉啊 张老师 你看你们学生什么态度 我当了这么多年教导主任 头一次遇见这么顽劣的学生 小心 后面那个 那个探头大脑那个 对 就是你 往哪儿瞅 过来 郭家豪你倒什么乱 赶紧回去 等会儿 郭家豪是吧 这次考试好像 没有你的卷子 不能 我 我交卷了呀 你看看 这是不是你的 这 怎么写的吴乔乔呢 我知道 写得太着急 写差了 你还不如吴乔乔呢 人家好歹没把别人的名字抄上 这 这简直太不像话了吧 吴乔乔是吧 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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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豪 三 三千字检讨 吴乔乔 你看看你把你班学生带成什么样 老师 吴乔乔没有谈恋爱 我可以帮他证明 真真 程叔同学 你不要害怕 是不是吴乔乔威胁你 让你帮他说好话呢 前天早上跟吴乔乔在一起的人 是我 他的车子坏了 所以我们就逗留了一会儿 我刚转学过来 我们还不熟 更不可能谈恋爱 是这样啊 程叔同学 那个人既然是你 那我就放心了 像你这儿的好同学 肯定知道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 好了 事情的经过我都了解了 你们都回去吧 回去回去 吴乔乔 来我帮我试一趟 吴乔乔 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 程叔同学 那可是咱们卫明中学的希望啊 你能跟这样好的同学同桌 可一定要向他多多学习啊 千万不要把自己那身坏毛病 带到学校里来 影响其他同学 还不知道是谁影响谁呢 要不是他 我能变成现在这样吗 你在那提哭啥呢 我说主任批评的对 我一定好好想到学习 行了 这个事我就不追究了 但是作弊的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你得给我写三千字的检讨 好了 我去上课去吧 上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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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谁拿上来呢 起立 老师好 同学们好 请坐吧 这次考试啊 要重点表扬成数同学 全班最高分 一百四十二分 刚刚转学过来 就靠这么好的成绩 值得表扬 同时我也要批评某些同学 这么简单的题 刚刚及格 有的甚至还不及格 这都是上学学过的内容 一点也不会举一反三 别动 拿过来 拿过来 还有呢 没 没了 没 没 老师 这 这不是我也没看呀 拿过来 我瞧瞧 你一个人耽误一分钟 全班三十七个同学 四舍五入 你耽误了快一节课的时间 张老师 我错了 你还知道错 外面站着去 您好 请问小说去在哪儿 哦 前面第四个架子 哦 我们去玩家吃的吧 好 你说这张老师 他是真心对我好吗 天天让我乏着 那我能学着知识梦吗 嗯 能学的 张老师就是为你也好 让你啊 站着断腿脚 哎 男生呢 是不是掉厕所里了 这都一节课了 咱们一会儿该吃饭了 你就不能说点好话 我看你就是狗嘴里 吐不出象牙来 你狗嘴能吐出象牙来 你狗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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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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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 男生 你狗嘴 你狗嘴 你去哪儿了 给你 你怎么会有这本书的 还这么新 我刚好想起来 我家里也有一本 我还没看过 我就给你拿过来 那 你能借我看看吗 我就是给你了呀 谢谢 男生 你能借我看一下吗 你又看不懂 男生我别理他了 我怎么看不懂啊 我看得懂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和这个小说家 还是比有呢 你跟这个小说家 还是比有呢 我信你 就你那小学生的水平 你俩沟通交流 没有障碍 我家好 你是不是着死了 你站住 你给我站住 明天就是周末了 你想去干嘛 我已经有安排了 瞧瞧 我按周末咱就我妈玩两天吧 我这周不去 我有正事要办 你能有啥正事 我要回去写小说 有个杂志社争稿 小心 你屁股着火啊 少玩过去了 吃成熟不 班上这么多同学 他们三个的关系特别的好 听你这么说 是不错 儿子 妈觉得 你也应该出去交交朋友了 这么多年 妈 您就别操心我了 顺其自然吧 那行 我先走了 妈 您这么晚还要出去啊 妈今天夜班 那您注意安全啊 走了 那您注意安全啊 走了啊 那就是这 那边 那边 我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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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书 你的 你的你的情书 给我 让我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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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分享 给我还给我 让我看看是谁写的情书 这个人 分享分享 好无聊 分享一下嘛 让大家都看看 给我还给我 你别不好意思嘛 上海浦东去的 谁啊 谁给你记得 别闹了 我不要 我就开个玩笑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 焦焦 我给你抢回来了 你别生气了 你好 你好 你的稿件未通过审核 感谢你的来稿 焦焦 焦焦 你怎么哭了 你怎么 你怎么哭什么呢 焦焦的 我给你开个玩笑 焦焦 怎么了焦焦 你别哭啊 焦焦 我别哭了 瞧瞧 谁弄的呀 谁把我强强弄哭了 我 我不是故意的开个玩笑吗 不经历风雨 怎么见彩虹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虽然我这次投稿被拒了 但是下次 我一定会成功的 你投稿被拒又不是第一回了 至于哭成这样吗 温柔好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现在想一个人静一静 你没事就好 你要 给你 我哥在里边下了好多悬疑电影 我都不喜欢看 你先拿着 我好早就想买这个 我妈不肯给我买 那你先拿着用 你了解我的 我不喜欢看这些 你多看 说不定还能给你写小说 带来灵感呢 真的可以吗 真的可以吗 嗯 谢谢啊 不客气 那年夏天阳光正好 那年我们彼此已告 我打到了 我打到了啊 我打到了啊 这真能飞啊 这怎么飞啊 嘿 哇 可不 来不找到了 我找到了 我不是说了让你别碰我的东西吗 对不起啊 我给你买个新的行吗 最新款的 我也给你写上大宝 行吗 吴强强 你以后离我远一点 嗯 我也不是故意的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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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 啊 干什么呢 哦 那个 我进去找个东西 很快就出来 这是我们单位的工地 不能进的 我很快就可以出来 就一会儿 不行不行 这规定就是规定 赶紧上课去吧 一会儿老师该着急了 行了行了 走吧走吧走吧 我们走吧 谢谢啊 走吧 哎 气死我了 我得多吃几根 消消火 想吃多少 就吃多少 哎 哎 你们今天晚上 要想不想去校外工地的鬼楼看看 我听说那里很恐怖 你怎么突然想去那儿 我想写一个悬疑小说 我去那儿找找灵感 嗯 我不去啊 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再说了 你小说写的烂谁不知道是 但是你在我心里 已经是大作家了 嗯 嗯 怂就怂呗 还找借口 我哪儿怂了我 我这是珍惜生命 好 乔乔 你真的想去啊 嗯 我陪你 看看 看看 学习学习 好好好 学习了 你俩注意安全啊 哎呀 不过 我倒是想叫上安琪和我一起去 不知道某人还去不去 我去 安琪毕竟是个女孩子是吧 我出于多方面考虑过去保护她 你说对吧 重色轻有 哎呀我没有重色轻有 我 安琪什么时候跟你说去的呀 瞧瞧 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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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人是谁啊 是 谁啊 没人啊 不顾 我假虹你吓死人了 真吓人 你吓死我了 你笑屁 别笑了 哎呀 连安琪呢 安琪说她不舒服 先不来了 她不来了 那 那也太没意思了 那我走了 哎哎哎哎 我跟你说啊 要是走了的话 我就告诉张老师 你上周去王八 还跟我借的钱 没忘记吧 我错了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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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了吧我错了 你们干什么呢 你俩近一点 找什么呢 什么 找 找我的灵感 这地上有灵感吗 黑灯瞎火的 我一时半会儿找不到 你不要催了 哎 对了 刚才已经这忘了 我还带了这个 还是你想得知道 我不知道你们要找啥 我给你拿着 你找吧 找着咱就赶紧回去啊 闭嘴 走吧 快点 啊 你给我叫啊 我这憋一惊一炸 憋一惊一炸的 怎么回来了 走了 你就走到这儿 我回去还吓人啊 是个影子 是个影子 你喊什么呀 是 是这个灯 灯罩的影子吗 我都 我都跟你们说了 别一惊一乍的 好 我不一惊一乍的 我瞧瞧你 小心点你 什么情况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我完了 我瞧瞧 什么完了 我们肯定是吧 招惹这儿的生灵了 他们过来报复我们了 别瞧瞧我 你瞧瞧我 我就说别来 别来 你非得来 还得拉着我跟男生垫背 你说什么呢 陆男生呢 瞧瞧怎么了 男生你去哪了 那边很危险 你吓死我了 我刚去阳台帮你找东西了 找什么东西啊 你想要找的东西 我没找到 你 你知道我要找什么吗 你们俩说什么呢 是不是有什么我不知道 又有人说 你门打开了吗 你在这儿 门怎么了 就刚才突然关上了 然后怎么拉都拉不开 拉 这不是往外推的吗 对哦 我们应该往外推啊 对哦 我就说你笨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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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妈呀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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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 吓死我了 打死我呀 怎 怎么是你啊 是你 你 所以刚刚那个声音是你啊 你吓死我了 你 你来这儿干嘛 只能你们来 我不能来啊 我们 你 你没事吧 嗯 还是去看看吧 刚刚嗑的声音挺大的 万一有 有 有内伤呢 我 我没嗑的 是我嗑的 是我嗑的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不对啊 我 我 我刚刚明明 听到有两声嗑到的声音 哦 刚刚是我不小心碰了一下 哦 是你们两个 那就没事 没事了 没事 刚刚 是什么声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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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杏城的你懂不懂先来后到啊 我跟你说话呢 先来后到你到了吗 我 喂 你至不至于 航模都给你找回来了 你还想怎么样 你也太瞧得醒你自己了吧 航模是我自己找的 跟你可没关系 我 那我也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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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我才不怪疯 老师好 同学们好 坐下 同学们分开课本五十二页 今天我们讲双曲线 老师 老师 马拉松跑了第几名啊 累了吧 后边歇会儿 歇什么歇 后边站上去 好了 我们继续上课 你们说这成熟 真是小毒机场 我们为了他连鬼楼都闯了 他还不是好歹 今天要不因为他 我也不会迟到 吴巧有告诉你 就那地方 这辈子我不会再去第二回 真那么玄乎啊 要不是上次身体不舒服 我还挺想去的 安琪 我陪你去 今晚就去 你不害怕了 谁怕谁是狗 对对对 那天晚上 你的确是 吠得很大声 陶醋得很矫健 我没有啊 安琪 我可没有 我可勇敢了我 好了 现在我更不知道 该怎么摆脱那个冷脸王了 吴巧巧 我有个好主意 什么主意啊 你啊 你只要被开除了 你就能永远摆脱他 你脑子里整天没点好主意 是不是 你管不着 我 我 瞧瞧瞧瞧 要不你就先认认吧 是可认 姑奶奶可不认 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 张老师上次不是说了吗 下次的排位 是按学习成绩来排名 只要你考试进步前十名 下次选座的时候 你不就有主动权了 是啊 以我的聪明才知 前进十名 那不是小猜一点儿吗 那可不 那吴巧巧的脑袋 那成绩 进步空间可老大了 是啊 这倒数第一名 追赶第一名 这进步空间 真大 我如果考三百分 那就是倒数第二名 所以我这次只要多考四分 就能前进一名了 一定能摆脱那个扫帆星 巧巧加油 男生 到了我 吴巧巧 大展身手的时候了 是 姐 姐 哎呦 懒驴子上磨了 去 哪儿学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词 你姐我这叫奋发图强 哎呦 你就吹牛吧你天天在这儿 你才吹牛呢 出去 我告诉你啊 以后不许大人姐姐学习啊 听见没有 出秀了 哎呀 女儿啊 妈 直到用功学习了 我要努力我要进步 真好 哦 对了 妈给你炖的鸡汤 马上就好 一会儿记得出去喝啊 谢谢妈 真急了 哎呀你别慌 就看这个就看这个 哎哎哎哎 你就不能好好坐着看电视 哎呀 哎我跟你说啊 咱们家瞧瞧这回啊 知道上进了 儿子 没有姐姐跟你抢 是不是电视都不抢了 哎才不是呢 哎我可告诉你们俩啊 以后啊 瞧瞧在家学习 你们两个不许给我出任何噪音啊 要不就没饭吃 尤其是你 小点啥 这不公平 听见没有 听见了 是 小事了 啊 嘿嘿嘿 为了暗沉 我也要坚持 嘿 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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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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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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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天开始 这一条就是楚河汉剑 我们两个精水不要犯河水 谁都不要理谁 谁要是越界谁就 你明白吗